走走停停,经历了很多,看透了人心,看透了生活,半生已过,渐渐的学会沉默,有些是看穿但不拆穿,面子正好过,有些是看透但不说透,凡是自己受,沉默是一个人的狂欢,寻缩在自己的角落里,安安静静,别人的话,有一些听听就罢,不多说,不多问,也不去掺和,沉默是一个人的孤单, 将自己的心静下来,将自己的嘴闭起来,沉默时,我们要感思自己的不足,少说话,减少矛盾和冲突,半生已过,该经历的,经历了,该遭遇的,遭遇了,该明白的,明白了,从前的我,错了,现在的我,懂了,很多时候,我们说话留分寸,不是看不懂,看不透,看不清,而是不想拆穿, 不想点名,说话留分寸,就是与人和善,很多时候,我们给别人留余地,不想斤斤计较,不想正论不休,那样会伤了感情,伤了和气,给人留余地,就是给人留情面,活在这个世上不容易,学会说话很简单,学会闭嘴却很难,说话是一种本能,闭嘴是一种修行, 闭嘴是一种智慧,不该说的不说,不该问的不问,看懂不拆穿,看破不说破,乃是大智,人有时候,不要太宠能,保持闭,日子就会好过,学会闭嘴,人生就会无悔,半生已过,我们都明白了很多,有些人不能掏钱掏费, 有些话不能从人就说,半生已过,回头看看,有多少次因为多说,吃了亏,有多少回因为嘴快,得罪人,人呢,要学会沉默,对自己而言,是一种修行,对别人来说,是一种美德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